哈囉大家好我是阿克 今天這支影片主要是惡靈古堡市R1的靶場攻略影片 本來想說自己的技術也是爛爛的 不好意思拍什麼攻略影片 但是這一陣子一直在直播上 看到很多朋友說只差這個獎盃就白金啦 就想說還是拍個影片希望多少能幫助到大家 那請大家放心這支影片絕對不是什麼零失誤影片 多練習幾次應該是可以做的到啦 好啦那麼廢話不多說我們就開始吧 那1A呢基本上沒有什麼難度 就是讓你用初始小槍熟悉一下瞄準的感覺 大家在打靶場的時候要注意 在你連續開槍的時候你的主星會一直上飄 所以記得要用香菇頭一直把他往下搬喔 可以看到其實我中間還是miss了好幾槍 但是其實不用擔心 因為時間非常的充裕 所以我們就慢慢把他打掉就可以了 最後的這一堆呢就不要緊張 我們只要瞄中間的這個炸彈就可以了 基本上只要打到追加時間的話 評價就可以拿到S了 那我們就稍微加減打個幾個 就可以達到S的評價了 這一關算是相當簡單的 那一筆呢主要是狙擊槍的運用 那重點就是在於我們要用狙擊槍來穿透多個目標 那這一關也很簡單 基本上就是慢慢打就可以了 那骷髏頭的標誌呢 如果可以的話我們就盡量瞄他 那這個桶子的小胖呢 我們在最旁邊的時候 可以等他那個頭出來的時候 再幹掉就可以了 第二階段主要就是透過狙擊槍的穿透力 來一次擊破兩個目標 都是在中間的位置 瞄準一下右上方海盜的頭 最後的兩隻呢 我們再直接一次殺掉 就可以進入最佳時間啦 那這邊還是一樣 我們能打多少算多少 在最佳時間 只要有稍微打到呢 我們評價就可以S了 好那這樣評價就S了 一吸呢 主要是小槍跟狙擊槍的運用 從這一關開始呢 就會稍微有點難度啦 前面第一個階段我們就是用小槍 那在這邊的移動胖子呢 訣竅是在胖子的前面一點點開槍 這邊小心不要打到水手 那這個階段我們就開始換狙擊槍 可以的話我們盡量打中間的兔頭 然後右邊小胖的肚皮 這個階段呢 我們都是一次兩隻 最右邊的這個海盜船長要注意 我們要瞄準他右邊的手背 才不會打到後面的水手 那第二階段呢 我們還是一樣透過狙擊槍的貫通力 來瞄準中間打 小胖的頭可以在這個船的這個位置 等他起來的時候一次殺 這邊也是一樣 這邊其實是用小槍打的 但是我殺的太過癮了 不小心殺死一隻水手 沒關係 那我們就用小槍慢慢殺就可以了 旋轉的海盜船長呢 他的訣竅是 大約在他轉成側面的時候開槍 這樣子就會剛好打到他的正面 然後就會進入追加時間 我們的重點就是我們一個把都不能漏掉 那就可以進入追加時間 這樣子就會很輕鬆的拿到S了 追加時間也是一樣 加減打一下 那分數在8000分以上 就可以拿到S評價啦 我剛剛還不小心殺了一隻水手 不然的話可以更輕鬆 那2-A呢 主要是衝鋒槍TMP的運用 分數在8000以上 可以拿到S評價 開場我們先跑到左邊來 那記得用TMP的時候呢 我們要採取點放的方式 我們不能一直按點 否則的話到時候彈匣會不夠 所以我們這邊都是用點放的方式 狗狗也是一樣 這邊會比較難一點點 小心不要打到水手 中間在點放的石砲呢 肯心會一直往上飄 記得要把他拉回來 狗狗這邊也小心 不要打到水手 我不小心殺了一隻水手 我們可以容許大概殺掉一隻水手 這樣子進入追加時間的話 分數還是夠的 那這邊就是要 能打多少算多少 因為是8000分 所以我們要盡量的多打一點 因為剛剛有打到水手 如果沒打到水手的話 就會更寬裕 那追加關卡呢 我們盡量要打有 固圖標記的標靶 好 那這樣最後的分數是8500分 就可以拿到評價S啦 八場2B相對簡單 主要是防爆槍的運用 防爆槍的重點呢 都是盡量瞄準三個標靶的中間 稍微記一下位置 這邊出來的三人組 請第一時間打掉他 否則會容易打到水手 移動到這裡的時候開槍 小心不要打到水手 像這邊不小心打掉了一個水手 不過沒關係 同樣還是進入加分時間 這一關的原則就是 盡量朝中心點打 這樣子可以很輕鬆的拿到評價S 2C是防爆槍跟TNP的運用 12000分以上評價S 用TNP的重點都是只有一個 那就是用點放 我們這邊都是先右邊再左邊 在右邊 都是先點放 只要在最後中間這個桶子的階段 我們的子彈超過20% 基本上就可以很輕鬆的全部擊破 下一階段換防爆槍 一樣瞄準把子中間 這邊的活動把同樣瞄準中間 但是很奇怪 有時候總是會漏 沒關係我們補槍就好 最後階段我們換成衝鋒槍 小心用點放 可以看到我在這個階段殺了很多水手 但是沒關係 這一關的評分比較快 遇一點 追加時間我們換成衝鋒槍 這邊要盡量多打幾個 有骷髏頭的標寶我們換散彈槍打 好那這樣最後就13000分拿到TDIS 其實分數還蠻充裕的 殺幾隻水手OK的 3A就真的是考驗你使用紅酒的準度 瞄準中間黃胖的炸彈 第二批的黃胖呢 等到左側的時候再殺掉 第三批的這個是陷阱 記得不要打炸彈 最後的這一波呢 要等到水手到最右邊的時候 再把炸彈打掉 最後的這一波 我們就是專心瞄準他手上的炸彈 總共大概有3次的機會 真的沒有什麼訣竅 只能多練練囉 追加關卡的話就很簡單 我們就是專心瞄準紅胖的炸彈就可以 沒辦法全打到也沒關係 但是第一個比較好打的紅胖炸彈 要記得打掉 這樣子分數就夠了 後面就算都沒打到也沒關係 你看我後面完全沒打到 真是爛死了 不過最後呢 評價還是可以到S的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單批算是比較簡單的關卡 單批算是比較簡單的關卡 主要是透過制裁者打個貫通 那追加關卡的條件是 我們子彈不能發射超過10發 那我們一開始有12發 也就是我們最後要有剩下2發的殘彈 我們大家在射擊的時候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一開始我們依照中間 右邊 中間 的位置 來做射擊 那這邊的話 必須做斜向的貫通 我們先跑左邊 再跑右邊 這樣子就可以用2發 把他們全部打掉 那第二階段這邊的標靶呢 等他5隻出來的時候 我們再一起貫通 打完以後呢 我們先跑右邊 那這邊呢 我們的目標是要在中間一起把他打掉 我們有大概3次的機會 可以漏掉2發沒有關係 漏掉2發你的殘彈還是夠 這樣就可以進入追加關卡 其實這邊比較好算子彈的方式是不要填彈 只是因為我每次都習慣按到了 所以當他在打的時候可以不要裝彈 這樣子的話 你就可以更準確的判斷說 你這次的子彈到底有沒有超量 那基本上只要進入追加關卡 我們有打到追加關卡的分數的話呢 這一關的評價就可以S 3C同樣是透過制裁者打貫通 只不過這次會比較難一點 有許多需要抓Timing的把跟一些陷阱 同樣子彈必須限制在10發以內 第一波把沒有難度 一槍解決 第二波呢 我們瞄準黃胖手上的炸彈 第三波炸彈是陷阱 我們不要打炸彈 我們直接貫通打掉三個把 第二階段 我們等到九個把都出來以後 再瞄準炸彈 第二波呢 等到前面的海兵下去以後呢 我們再瞄準炸彈 右邊這一波同樣是陷阱 我們不打炸彈 我們打黃色小胖的骷髏頭 那就可以一槍三個 那這邊呢 我們也是盡量能貫通 就盡量貫通 可以看到我並沒有全程貫通 但是最後還是有兩發的意義 所以其實呢 是可以容許兩次到三次的miss 進入加分關卡以後 最重要的就是最後這一波 黃色小胖的炸彈 請一定要打到 這樣基本上分數就可以讓你評價S啦 從靶場4開始 就是注重於槍械的靈活運用啦 必須要靈活的換槍才能夠通過 開場先使用制裁者 打掉三個把以及中間的貫通 之後換防爆槍打掉這四個 左邊的這個把也可以先用防爆槍打掉 我們要確保防爆槍在第一階段打完了以後 殘彈還有四發或者以上 這樣子在第二階段的時候會比較充裕一點 第二階段一開始比較困難的是中間的這個貫通 盡量能夠打到 那這邊沒有一次三次也沒關係 我們子彈量還夠 這邊換防爆槍 剛剛漏掉啦 這就是為什麼我說要四發以上的原因 最後的這一波狗狗呢 只要到最左邊使用貫通 在三槍以內把他們射光就可以 這樣子就可以進入加分時間啦 加分時間呢 我們一樣盡量朝著庫魯圖的標把射 分數會比較多 不是很準也沒關係 因為分數是足夠我們拿到S評價的 4B則是讓我們練習弩槍的射擊 那要注意的是 弩槍的射擊會有一點時間差 因為他的射速比較慢 所以我們要稍微提早一點點發射 之後呢換成乳劍 由於射速的關係 我們都要再提早一點點發射 像我剛剛就射太慢 就射到水手啦 然後幹掉中間的炸彈大胖以後 換成乳砲 打中間的桶子 這邊旋轉的海盜船長呢 他的訣竅就是盡量在船長變成側面的時候發射 這樣就會剛好在正面的時候集中他 那這邊的移動桶子阿胖呢 要在桶子到左邊的時候 再換上乳砲黏上去 最後的這一波 只要不黏到第一隻跟最後一隻 基本上都可以一次炸掉 算是比較簡單 最後進入追加關卡呢 只差900就可以S評價啦 至少射到1到2個骷髏頭就可以啦 你總不會一個都射不到吧 那這樣子超過6000 我們這一關的評價S就到手啦 接下來就是重頭戲最多人卡住的4C啦 看影片的大家應該都在想 那前面根本說廢話 我只是要看4C怎麼打而已啊 是不是有其實只要做打4C的影片就好了 言歸正傳 最後這關考驗的是槍支的靈活運用與準心的控制 可以說是你技術的極大層啦 那還有一點很重要 這一關不用進入追加關卡就可以達成S啦 所以不用執著全部的標靶都要打到 這樣想可以讓自己的心情放鬆很多 那麼白金獎筆就在眼前 加油啦 一開始我們先用小槍來射擊移動標靶 如果這邊有漏掉的話就建議大家直接重來了 後面的壓力比較不會那麼大 第二波更換狙擊槍 把後面4個打掉 那這邊都比較簡單 所以盡量打骷髏頭 接下來換TMP打右邊的這一波 同樣記得點放以及因為準心會挑記得往下拉喔 之後換散彈槍 一邊開槍一邊往左邊移動 同樣準心要往下拉 左邊這波繼續換TMP點放 那我在後來打到沒有子彈了 這邊漏掉一兩個沒有關係 在過場的裝彈時間 記得把4個槍支的彈藥都填滿 開場的第一波考驗你的速射 基本上就是連發的 那同樣因為準心會飄 所以每射一發就記得往下拉一點 最難的應該就是這群猴子 請盡量讓自己在這群猴子值漏掉一隻到兩隻 接下來換魔鬼魚瞄準這個位置 在第三波跟第五波的時候 我們目標是一次打兩隻 因為魔鬼魚射速的關係 其實這邊是可以連發的 繼續換前鋒閃彈槍開始朝這邊狂射 目標把他們全部射光 狗狗的這邊也可以先用前鋒閃彈槍把他們清光 子彈都是夠的 這兩波移動標靶我們用狙擊槍一次全打 中間可以全狙擊但是我沒有打好 最後這一波是最重要但是也相對簡單 只要打黃胖的炸彈全炸了就可以 最後可以看到我總共漏掉了八隻 但是最後的分數還是可以拿到S 而且綽綽有餘 還算有一點容錯的空間 好啦 那麼以上就是這一次 惡靈古堡4RE的法組攻略啦 其實說那麼多呢 還是要靠大家多練習去習慣準心的移動 這影片也只是稍微提醒一些技巧而已 我講的翠克專拖大家瞄不到也是沒有用 因為我本身是PS5版本的關係 也是花了一些時間才習慣香菇頭的移動速度 還有一個小技巧 大家可以到設定裡的顯示 將畫面中央點的這個選項打開 這樣你可以一舉槍就知道你瞄準的點是哪裡 會更容易判斷準心的位置喔 OK 那麼本次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希望大家能夠早日拿到拔場獎盃 喜歡我的影片也請你幫我按個讚跟訂閱支持我一下 平常晚上也會開直播也歡迎來聊聊天 那麼我是阿哥 我們就下次影片或直播再見囉 掰掰